勇士队今年夏天引进了考新斯之后,组建了恐怖的五巨头组合,球队中极有投射能力超强的水花兄弟组合,还有在关键时刻如同刺身一般的杜兰特,再加上攻防俱佳的格林以及内线足以称法的考新斯。 勇士队的阵容堪称完美,但是对于其他球队来说,又是极其恐怖的,但是强大的球队背后也有他们的烦恼,这几位超级巨星的续约成了大问题,勇士队在去年续约了库里,当时球队给了库里鼎心,考虑到库里对于勇士队这么多年的贡献,以及库里第一万大合同金额很小,所以库里的鼎心也是合理的。 而今年夏天为了能够留住杜兰特,球队再次和杜兰特签订了1加1合同,这对于都很有利,庆幸的是考虚的合同很小,但是不幸的是汤普森和格林都不愿意提前释约。 主要还是考虑到合同大小的问题,最近多方媒体报道表示,勇士队已经为汤普森开出了5年1.5亿以上的合同,但是汤普森直接拒绝了,而汤普森希望明年续约,这样他就可以拿到2亿左右的大合同。 对于鼎心事队这件事情,库里是十分赞同的,正如当年汤普森支持库里拿鼎心一样,但是球队中还是出现了小幅度的内控。 科尔站在管理层的角度考虑,他并不希望汤普森鼎心事队,科尔表示,我们在一起打球是为了拿总冠军的,但是想要拿总冠军总要有球员牺牲的。 而科尔还坚定的表示,一旦有人愿意做出让步,那么勇士队的王朝根基就会更加稳固,其实从科尔的话中不能看出来。 第一他并不支持库普森鼎心事队,第二他坚信勇士队可以建立王朝,但是王朝建立的前提,就是有人做出牺牲,无论是在场上还是合同去约问题上。